公读圣路加福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给门徒讲了两个比喻 第一个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跌在坑里 第二个是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小草 而不觉察自己眼中的大梁 我们重点看第一个 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跌在坑里 耶稣在讲谁呢 谁是瞎子呢 他在对他的门徒讲话 要门徒们小心不要做瞎子 因为门徒们他们都有一个使命 从灵洗那一天开始做天父的子女 他们要做光 要做眼 光 白天有太阳光 我们可以生活 到了晚上没办法了 就待在屋里不出来了 屋里需要有灯光 如果偶尔出来需要有路灯或者手电筒 否则没有光 我们没有办法生活 基督徒是光 天主招叫这些人做光 去告诉其他的人如何生活 所以他们是向导 他们要带领别人生活 这就是每一个领过洗的人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领受这个三重使命 做司机 做先知 做君王 很多教友 可能你们第一次听说吧 灵洗以后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身份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做司机 我们就成了天主跟世界之间的桥梁 司机它就是中宝 媒介 为世界转求 然后把天主的祝福带给世界 他在中间 他把世界的需要呈给天主 然后把天主的恩宠祝福带给世界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 这正是我们为什么每天要祈祷 为世界祈祷 我们是先知 先知是宣讲天主的代言人 我们要把天主的爱带给这个世界 一说宣讲 我们就想到讲道里 在读经台那里 在礼仪中 或者到星期天 抽出时间来去外教的家庭拜访 不只是这些 我们的生活 平常跟同事 同学 朋友 在一起 本身就是一个宣讲 让他看出来你与众不同 谁认识你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说 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你是怎么回事 你有什么信仰吗 发现这个人特好 我们做到这样 就是一种无声的宣讲 是一种生活的宣讲 身教胜于言教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挂着基督徒的名字 我信基督 我信天主教 你也信吧 可好了 随后跟你一接触 发现你这个人不咋地 人家就说 他说一套做一套 他说得挺好 但是没见到他们做得多好 不吸引人 你这个先知没有做好 像一个先知 他所说的落地有声 能够让人们悔改 让人们改变 吸引人们 这个是先知 第三个角色 君王 我们灵犀以后就 做司机 做先知 做君王 做君王是什么意思 高高 高高在上 被别人服侍 当官 做领袖吗 你可能说 我信教多少年了 也没有做过什么领袖 恰恰相反 耶稣说 你们不要像社会上那一样 谋求高位 争着做大的 你们应该做最小的 谁想做大的 去做最小的 谁想做众人之手 先做众人的溥仪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说做君王 实际上是做仆人 他的逻辑 跟社会上的不一样 我们一个基督徒 到处做仆人 去服务身边的人 无论谁有需要 我们敏感地察觉到 就去帮助 看 这就是做光 做眼 从灵洗的时候 我们分享了 耶稣基督 自己的三种身份 司机 先知君王 我们也要这样 在生活中 去做周围人 世界的四季 世界的四季 先知君王 我想你们听明白了 或许对很多人 是第一次听 这样 我们就不是瞎子 你根本信教多年 都不懂信仰是怎么回事 从来不听到 从来不祈祷 你哪里知道 向你身边的人 做正服务 那么你把身边的人 带到哪里去呢 将来你把他们 带到天堂 还是带到地狱 别人挣钱 你也努力挣钱 别人不择手段 你也跟着 跟没有信仰的人一样 你不是瞎子 是谁呢 没有信仰的人 把世界看成天堂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活一天 享受一天 将来的事 谁知道 将来再说吧 一死了之 你也是 拿着这种价值观 去度每天的生活 将来再说吧 谁知道有天堂地狱 反正现在 过日子要紧 把天主抛在脑后 你的孩子跟着你 你把他们带到哪里 你做父母的 你的邻居朋友们 知道你信教 他们也想从你身上 认识一点耶稣 你把他们带到哪里 你把他们带到哪里 发现你跟他们 哪儿也一样 除了主日念念经 平常念念经 所以教宗本度十六师说 最可怕的危险 就是传统的基督徒 传统的教友 请注意在这里 我说的传统的教友 不是说那些遵守教会 两千年来 喜欢传统的这样的教友 而是说他的信仰 是从父母传下来的 父母带给他的 这个是这里说传统的教友 不是他自己要信 是从小父母给领洗 后来父母催着念经 现在有媳妇 有丈夫 带着念经去 我想一个村 有多少这样的教友 就我在的堂区 几千人 我想不下一半 是这样的 自己没有遇见耶稣 没有体验到天主的爱 也不渴望去听道理 改变自己的生活 去爱天主 去爱别人 彻底的 至少尽力的活出福音 而就是还停留在 早上晚上念念经 星期五 首个摘不吃肉 星期日进进堂 现在不进堂挺好 因为有疫情 不耽误时间 如果神父直播 那在沙发上躺着 看看手机 就行了 反正主日该做的 我都做了 到了主日这一天 天主的日子好 罢工 没事中午喝个酒 晚上再找个厂 下午逛逛超市 你是什么基督徒 我真不明白 完全是耶稣说的 瞎子 你的信仰 就像本都十六师说 是危险的 你还以为自己热心 看规矩我都熟 多年的教友 什么都不是 这不是我说的这么严厉 耶稣说 我巴不得你是冷的或热的 你冷的是一个外教人 从来不进堂 不守规矩 这样的也好 或者你就热心 渴望天主 渴望爱天主 那也好 我就解释不了的是 你是温的 不冷不热 我要把你吐出去 耶稣要把我们吐出去 多少教友是这样 接受的一个信仰 一个老教友是这样的 我们心里没有爱 多么可怕 我们是瞎子 我想这些话 给每一个教友说 你本来你们的使命 是给周围的人作证 也给每一位神父 修女 度奉献生活的人说 我们特别被拣选出来 做祥导 给每一位会长 团体的负责人说 你不要做瞎子 你要真的按福音生活 有老师 不要忘了 耶稣说 学生不能超过老师 不要自己觉得 可以是老师了 那就坏了 什么时候记得 我们的老师 是耶稣自己 是天主圣神 每天在圣神内 让他带领我 在天主内生活 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天主带给别人 要不然我们带给别人的是世俗 是享受 是满脑子 世界上的观念 将来天主要审判我们 对不起 今天耶稣就说我们是瞎子 我们求耶稣 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我们的匮乏 让我们赶紧向老师学习 改变生活 好能带领别人 阿们 so Das 这 sheep 是 o 破 Dank 更 不 天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